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吃 羞耻心 我觉得很丢脸 可是为了拍影片 但是为了工作 而且遮住一半 脸红 没有人知道 好 我们来勇敢一点去登记 诶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记得你背Starlink这件事情吗 哦 对 你觉得背Starlink跟戴着这个Vision Pro 感觉如何 这个比较夸张吧 你现在要去哪里 登记吗 你现在要做手扶梯 看起来是没问题啦 但几个画质 跟肉也不容易 你会知道有点不合理一下 就是 你要陪我一起走向我们问 好 才会觉得太扭脸吗 对 但我现在有点怕他 因为他现在好像开始录影之后 会有点 呃 发烫 对 就是我的额头感觉到有热气 我也是会怕跌倒 是 因为这个其实不是设置以来给你 代替你日常所有的行为 对 根本不建议你要做 我刚刚被一个东西打到 好像是 好像是一个讯息 直接打在我脸上 好发张 他会不会在我后面 我看一下 对 他要把他捡回来吗 那天 那天我可以 把他回来 哦 可以把他打 他问我要不要加热物WiFi 对 好 他很酷 这个 这个 视角没有那么广 你知道吗 装装装装 但我突然想到说 我到了登记门口 我还是得 把他扣起来 因为他可以看到我的脸 对 扫脸 或者是他要看一下你的脸 再对一下你的護照之类的 对 那会怎么出 你有一个很大白色白板的 这是第一排 而且我旁边应该是没有人 飞机开始动哦 你现在感觉如何 就是东西会飘 一直动来动去的 我的homescreen一直在离我远去 真的哦 对 跟你说可以抓住 你要不要把它抓住看看 好 抓住 抓住吗 Triking fail 他跑掉了 对 就是没有抓住的时候 可是现在速度其实没有很快 对 大概就是平常走路的速度 抓个Safari Safari跑掉了 他如果一直跟在我手上的话 他就不会抱 哦 OK 所以你是可以抓得住了 要认真就是了 对 如果放不见了 瞬间消失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Triple Mode了 你是觉得我这个很奇怪 对 你要抓到什么东西 No 我不要这个 他会乱点 有时候Tracking 有时候光线 所以他会误以为我有捏到 但事实上我没有要点 现在就是一个很混乱的时程 是哦 但你现在已经有Triple Mode了 对我现在已经开Triple Mode了 好 Vision Pro刚开始 所以大家会想要试各种场 但久了就会知道 这个不是给你走路用 嗯 都是给你移动的收入 嗯 所以 他叫我不要看窗外 为什么 会Tracking or fail 他知道你看着窗外 对 这么神奇 对 看着窗外 没错 看着窗外的时候他会知道 光线不一样 有 出现 Excuse me 只有过去 我电池已经运动到20%了 哇 没有很久呢 我们3点 现在多少 40分钟 不知不觉大概40-50分钟 嗯 而且是边走路 你会晕吗 晕还好 OK 对 因为现在都很紧急 嗯 真的太酷了 我刚刚看的是Alicia Keys的现场表演 沉浸式现场表演 你就觉得他就是零年前一样 他就刻意安排他的走位 然后他的band 他的和声就在围在他旁边 一些小小的戏景都像整个空间一小 就在你四周上发声 今天我是在飞机上看 如果我是在家里面看 一个声音环境更好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体验完全就是 但是还是有缺点 这个小小的缺点就是说 你是在飞机上 他并不是完全静止不动 再怎么样 飞机还是会有非常些微的抖动 甚至说你头的一个晃动 都有可能会造成它传统失败 在我们切换到Quest 3之前 还有一个电量的事情要报告 我们上飞机的时候 从贵宾室走到飞机上到起飞 那时候大概50分钟 耗了20%的变满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插头插上去 结果我现在看完一场 Alicia Keys的秀之后 我的电子是100% 你用它的30瓦的砖块去充的时候 你也可以变充变看 变充变用你的Vision Pro 虽然我们现在开始用Quest 3了 但是啊 你那个头戴啊 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真的吗 你知道第一件事情 我完全看不见你 因为他没有办法 tracking 他会给你虚拟世界 而不会让你see through 好处是一开机他就问我要哪个profile 因为我们有登录两个嘛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虽然是不会动 可是他还是会这样飘来飘去 像在坐电梯一样 那不然我连一下YouTube Zip Air的网路速度 居然可以让你连上YouTube 是很夸张的 超强的啊 看一下这画质多少 画质是144匹的 你看如果你有带着耳机 你是可以听到声音的啊 然后你看用这个摇控器去滚的时候 是非常精准的 当然我们现在飞机算是平稳 不会飘来飘去的 姿势好可爱喔 你在跳舞喔 这个蛮好的运动 真的 好所以太太你觉得Quest 3怎么样 我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他虽然看不到外面世界 但是还蛮多游戏都可以玩的 那如果飞机上有网路的话 他还可以上网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影片的档案的话 也是可以看 但是他对于 飞机的晃动还蛮敏感的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像在坐电梯的感觉 可以讨论的练习戏吗 如果要电梯的感觉 也可以看到电梯的感觉 可以看电梯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电梯的感觉 可以看到电梯的感觉 并不组得 是 对 在电梯的感觉 除了 我只是用來旅遊 我只能玩SWITCH 所以它是更大的螢幕 所以很巧 在飛機上看到有另外一個乘客在使用一個眼鏡 然後太太就看得很好奇就決定去找她聊天 我先問她說你用的是什麼東西 她說它叫做XR 可以連接到她的手機 然後也可以接SWITCH 所以她剛剛其實是在用連著她的SWITCH在玩遊戲 她有發現說我看到你們在用VG PRO跟Quest 3 她就剛剛非常慷慨 她就說不然就借你們玩 你們要不要試一下 剛剛讓我試用的時候 她就把它接到她的SAMSUNG手機上面 她下載了一個MKA PHD的VG PRO的影片 在YouTube影片裡面 然後她就讓我看那個影片 她其實也很喜歡VG PRO 她很想買 她攜帶起來更方便 對啊沒錯 她說她叫Ethan 謝謝Ethan 謝謝Ethan 好 先生 麻煩你幫我們點一下宵夜 好 你來吃什麼 我想要吃泡麵 泡麵 Cheers 你喝喝看 鼻子看到 鼻子看到 有點起霧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不建議吃熱糖熱麵 你現在偷偷在幹嘛 看不出來嗎 當然看不出來 螢幕整個是黑的 然後你帶著VG PRO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幹嘛 認真工作啊 來剪片喔 對 好 那你認真一下 好 你真的超強 你幾乎帶了一整路的飛機 我們做了將近快10個小時 也沒到那麼誇張 中間還是有拿下來 我剛特地去後排做了一下 因為我們坐在第一排這邊空間特別大 我想說也不太實際 所以我就去後面沒有人的位置 我懂你意思 看一下電影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這次我覺得飛機上困擾就是光線 這個蘋果也有講 光線困難的時候 捕捉上就是會有困難 那就算是你只是在看電影 什麼都不動 VG PRO還是需要知道你的手在哪裡 所以我就會打開閱讀燈 然後把手放到那個光線底下 這樣子就比較容易成功 甚至有時候我只是換腳 然後換個手勢 他的追蹤都會失敗 但我覺得他的優點就是 因為他可以看得到旁邊的環境 甚至空姐過來就問我 黑垃圾要不要收 我也都可以看得到他 那當我看電影時間 來到一個小時的時候 發現我的額頭其實有點緊 有點痛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長時間帶的話 可能那個Duo Band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試著玩一下遊戲 其實是可以玩的 追蹤不會失敗嗎 一樣就是在光線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手要放到那個燈光下面 就沒有問題 你不覺得單程不到一萬塊 可以從日本飛到美國很誇張嗎 真的 所以我非常大推Zip Air 我希望他們可以好好活下去 但是你看這班飛機超級空的 一個人都可以坐三排 真的 所以這也是他的優點之一 不是三排是三格 對 這樣一次來回之後 我都不知道到底我平常在追求什麼 因為Zip Air好像也可以 覺得更好的是他的網路 真的超級棒 還有泡麵很好吃 機器上不管怎麼樣哪一種泡麵都好吃 真的真的 而且味道就是特別香 我有去看前面的商務艙 我覺得如果票價可以的時候 也是可以躺一下 是好 以上就是我跟太太Vision Pro搭飛機的分享 我們還會出更多影片 或是大家還有想要看Vision Pro做什麼事情 可以跟我們說 謝謝大家 拜拜 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有些大師的 我會不會 有些大師的 不測試 有些大師的 就沒有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些大師的 會不會 What you love